關懷六世來看台藥蟹主席 台兄蟹主席 以及台中國際青春會 這會基盤李空立立 公約破水責 新住民慶祝完優會合同 跟小鳳鐵研鳴 由於天氣很燙爛 破水責的活動是 生很多大人的小孩 這會來生水 關懷六世 大家蟹主席 台姓蟹主席 以及台中國際青春會 共同議辦李空立立 公約破水責 新住民慶祝完優會合同 跟小鳳鐵研鳴 所以三聲他會站在幫助六世 從全球漫年疫情 其實對很多家庭 傷害非常非常的大 那基本上是只會是國際性的社團 這個方面來講 在這百年以來 我們都一直很在乎就是說 地方上有什麼需要 我們在這中間能夠廣結 善緣 然後發動大家的力量 手牽手來幫助 那因為這兩年裡面 其實很多小孩 很多家庭 傷害最大的就是說 當疫情來臨 有時候老年家 其實如果確診 他的殺傷力非常的大 那這當中裡面 這兩年又很少有大型的戶外活動 那戶外活動是一個心靈的起敵 在這個時間來講 國際獅子會有義務 同時 所有的這些獅友也廣大回想 一定要辦一場親子活動 讓大家看得到 讓這些小孩 因為在這裡 同時在這個活動當下 還要做到社會上最重要的弱勢團體 像比如說 我們一百塊裡面 有三十塊是要幫助弱勢的 那啟動一個伯利歐比較特殊 那今天我擔任總監裡面 因為伯利歐的一些小孩 他們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今年爭取到一部六百多萬的中型巴士 這些也就是要幫助這些弱勢團體 弱勢來自出生 他們沒辦法選擇 可是他們很需要大家的幫忙 就人家都爭取得很開心 活動下來滾滾 也就到萬宇輝 真正親自的活動和感情 救水的這個龍騰公園 舉辦一個親子活動這個撥水節 主要還是這個社會團體做公益 今天有六 鄉親七十攤位 將他的所得30%撥來作為這個社會福利的這個善款使用 在這邊特別感謝 感謝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 我們龍騰公園 主要是佔地3.2公勤 這個浮地非常的寬大 我們這個石果排水 兩側 植種一些這個原生物的樹木 非常的漂亮 龍騰公園裡面 包括我們的荷花池 包括我們的一些環境 都整理得非常的優雅 這也是我們秀水鄉的新的地標 也歡迎感謝各位好朋友 今天到我們秀水的龍騰公園來玩水 來採購 來遊覽 觀光 將近這十年的大衛 後來參加五位賓獎 五湯家 五湯勝 大眾化新聞 林貴英 修志 彩虹報道